哈啰大家 我是风险中心的服务研究员陈敏兰 现在首先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沙龙 国际气候政策视角下台湾的挑战与回应 然后也相信大家上次在就是上次延期以后 继续参加这次的活动 这次的沙龙是台大风险中心 和台湾综合研究院一起合办的 气候专题计划下的一个活动 接下来我们也会有另一个专题沙龙 我们会邀请专家学者一起来台湾台湾 文字体系减量和能源转型等相关议题 然后再请大家stay tune 好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台大社会系 刘中文副教授 永智顾问的执行制总经理 和环保署减量规划组组长吴云林 来参加这次的语谈 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者 刘教授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 并在哈国Kennedy School当任博士后研究员 美国西方学院担任社会系主义教授 并研究聚焦在环境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 全球暖化政策等 我们非常期待等一下他与我们分享 有关美国拜登政府重返全球气候 和对台湾的影响 那另外一位讲者 永智顾问公司的实信制总经理 则是台湾气候减碳和碳交易市场 书一说的专家 永智顾问公司不仅协助许多 县市政府和企业在温室气体减量的规划 也在国会计划下协助Marshall Hour提升 加户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贷款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与我们分享 就是气候制度下转变和对台湾的经贸影响 那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行政院环保署 还管处总量规划组长 吴林组长 吴组长长期协助台湾参与联合国气候变迁 刚刚公约订阅国大会 目前也负责我国温室气体减量 相关的政策统筹和规划 我们非常期待等一下他对讲者的回应 那接下来我们整个流程呢 我們會先邀請劉教授和時總經理 分別進行15分鐘的分享 然後會再請吳組長 做待5到10分鐘的回覆 那在這個期間呢 請大家將麥克風就是全程保持關閉 以免影響活動進行 然後大家可以隨時 將問題文字的方式輸入我們的 就是對話框 那我們會有專人幫你協助 來整理這些問題 那我們會在同意在最後的Q&A時間 一起分享跟討論 那我就話不多說 那先請就是劉教授來分享 接下來的內容 有請劉教授 好 各位聽得到吧 好 非常感謝風險中心 陳博士的邀約 那今天非常榮幸能夠跟時總經理 跟吳組長同臺 然後來跟大家 聊一聊有關這個 現在這個新的氣候變局之下 臺灣的因應於挑 面對臺灣的因應於挑戰 那在接下來的這個15分鐘時間呢 我有準備一個非常簡短的一個 投影片 那就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等一下 把它全螢幕 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分析一下這個拜登上台之後的這個氣候新局 那了解美國的動態 我覺得對於臺灣的政策思考非常非常重要 美國作為臺灣最重要的戰略夥伴 看清楚美國當地的政策發展的走向 對於我們下一步要怎麼前進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那這一次的活動 其實很巧 本來是1月20號拜登就職當天要進行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延後反而讓我們更能夠看清楚 這個上任之後的風向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今天我就簡單利用這個 就簡短的這個報告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拜登上台之後呢 除了最緊急的防疫工作之外 氣候變遷幾乎是在整個施政最最最最顯眼的位置 那除了這個重回 大家都知道這個重回巴黎氣候協定之外 那拜登政府也宣布了多項行政命令 等於是全面主流化這個氣候政策 在這一點上面目前我們看到他的佈局 是比歐巴黎時代來的更全面 也更深入 那我覺得這部分的話 可能從一些人事佈局中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施政的一些特色 那首先在就在這張投影片上看到這個 他當選的時候宣布的一系列這個氣候戰鬥團隊 在風險中心的這個為風險中心撰寫的文章裡面 大概也有提到 首先是先任命了前任的國務卿 John Kerry擔任這個氣候大使 Climate Envoy 那這個職位將會直接參與 美國國安會的運作 代表拜登政府把氣候變遷 上升到國家安全層次來思考 那接下來是這個前任的環保署長 Gina McCarthy擔任這個氣候顧問的這個職位 那這非常值得注意 這兩個職位都是新設立的職位 代表白宮在非常強重視這個氣候政策的協調 在各部會中間的協調 那也拜登也成立了所謂這個 The National Climate Task Force這個工作 就是戰鬥團隊了 那就是進行跨部會全面的協調 讓氣候政策能夠在各部會中間 都得到應有的重視 那其他幾個重要職位 其實拜登做花了非常大的力氣 在平衡這個種族跟性別的代表 那這個有幾位都是首位的非裔 該職位的第一位的這個非裔官員 或是原住民的官員 那以上的人事佈局呢 基本上如果是關心環境或氣候政策的 這個觀察家來說 普遍是非常正面來看待 那許多人稱這個是 是有史以來最有戰鬥力的團隊 那我覺得我打個比方來說 歐巴馬時代的這個氣候團隊 其實這個個性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歐巴馬時代 比較像是經濟學家跟工程師在主導 那拜登的團隊 其實某種程度上 比較像社會學家甚至是社運團體 那在這部分我想要談幾個 從首先從價值的層面 從外交層面跟內政的層面 三個部分來稍微簡單的分析一下 那第一個是這個 我覺得拜登的氣候政策 我們需要非常注意它 有關於這個價值層面的面向 那拜登的氣候行動呢 其實非常深受 因為它是受到近年來美國風起雲湧的這個氣候運動所影響 那其中例如說這個我現在這張投影片上面 這個是叫一個叫做Evergreen Collaborative的這個一個行動 其中的某一位創辦人也是進到拜登內核的氣候團隊當中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運動團體 它的訴求是把氣候變遷不只單單是看成科學問題 或環保問題 它是當成一個非常全面性的社會問題 尤其是跟環境爭議跟社會不平等相關 所以在處理氣候議題上 類似的運動團體非常強調的是 當然是除了要大量的使用新能源之外 那同時是希望可以透過綠色新政所謂Green New Deal的這個概念 去擴大公共支出 去大筆的投入氣候相關的產業來製造出 同時間可以得到就得到就業的效果 那同時間也讓這些美國少數族群 或是比較弱勢的經濟團體可以從中受惠 那這個除了這個Evergreen之外 那另外一個可能更為人所知的就是這個 日出運動叫Sunrise Movement 這些草根組織其實在選舉的過程中 其實扮演了比大家 我覺得想像中還要大的一些角色 讓拜登政府拜登的團隊某種程度上 也需要做出回應來面對這些比較偏左的民主黨內部的一些 一些新的聲音 那這部分的話是這個有關拜登 所以拜登的氣候政策是非常強強的環境正義的面向 那在這一點我先打個岔 需要做跟台灣做一個連結 那這部分在最近過去這一個星期之中 我訂閱的這個電子郵件跟我收看的這個有關美國社群媒體當中 有好多個管道都只把矛頭指向了台塑 在路易西安那州的這個投資場 投資案 那這台塑投資案是在美國目前 可說是 這個規模最大的一種石化產業的投資案 那也成了許多這些環境正義運動團體的健保 那我不斷地說我覺得其實收到這些信的時候覺得非常尷尬 就是不斷收到這些信說請大家連署來抵制這個 Fromosa Plastic在路易西安那州的這些投資 那其實這一點就說當然台塑公司需要面對這樣的挑戰 那台灣在做這些戰略思考的時候 我們也必須把這些比較跟拜登氣候行動相連結的這個氣候 進步政治放在一起作為考量 好這個是比較價值面向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想要從我跟他說價值外交跟內政的部分 那外交部分我覺得很大一個重點就是在拜登的宣布 我現在在這個投影片上呈現的這一個行政命令可以看出 這個行政命令是在2月1號頒布 那裡面洋洋沙沙寫了非常的多有關 拜登團隊拜登政府面對氣候緊急的一些作為 那這部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拜登政府把氣候變遷 在這個行政命令非常直接當成外交政策跟國家安全的重點來處理 好那在這個行政命令當中他詳細敘述了他做的一系列的新的措施 包含創立了剛才在這個政府裡面新的這些職位之外 拜登會在近4月的時候就會召開這些全世界的這個高峰領袖高峰會議 那並在G20或G7類似的國際的平台上大力的推動氣候相關的議題 那這很非常明顯的是拜登希望可以在外交上面可以掌握到一些在川普政府4年當中美國失落的領導權 那等於是要重新尋求美國成為在國際氣候政治上領導人的位置 那這部分包含他還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使用 包含這些國際援助的部分 包含這些氣候金融的工具的使用 這些我們都可以期待拜登政府在這方面有非常進一步的作為 那除此之外拜登政府也把氣候變遷升高成國家安全的議題來處理 那甚至要求這個這個情報單位在120天之內就做出一些相應的報告來審視氣候變遷可能對美國造成的影響 那在這個外交方面相信許多人都會問到說是不是中國跟美國在這方面可能有一些合作的可能 那台灣在這方面要如何自處 那這個問題當然是非常困難 那就我的觀察 那在中國跟美國之間氣候變遷的確是現階段在各種議題上面最能夠取得合作的領域 那我們尤其需要知道說美國其實在這個綠能發展上面在追追求這個能源轉型的過程中 它其實也需要依賴中國的製造業 尤其是譬如說太陽光電的這個太陽能板 那基本上現在幾乎在美國本地市的生產是完全沒有任何競爭力 那包含在這個電動運聚電動巴士尤其是電動巴士上面 那美國各地的政府已經有很多案例是向中國大量採買相關的這些產品 那這方面的確有中美合作的可能 但這方面現在都還畢竟才上任一個多月 還都還言之過早 那的確也有評論人指出說 這個中美這個對峙的情況不會一時之間緩解 那也不需要在氣候變遷上面刻意地來遷就中國 那這部分也值得台灣政府跟民間都是持續保持關注 那這個是在外交的部分 那我非常快速進入到這個這個內政的部分 那內政部分這個基本上其實跟我這頭影片顯示的非常類似 那我預期拜登政府在外交上會有積極的作為 但是在內政上其實是摯愛重重的 那這個還是需要講到說氣候變遷在美國的這個政治脈絡底下 那非常不幸就是一個高度黨派化高度分化的一個議題 那基本上在大部分的情況都是民主黨能夠主導才能夠主導 那在目前的情況下 那民主黨雖然在參眾兩院都有多數 但是是非常微弱多數對於推動一些聯邦層級的法案 會是非常的困難 要取得這個兩院的同意通過全國性的碳稅或碳交易的法案 其實是我個人並不是非常的樂觀 那這部分不管推動任何聯邦層級的政策也會 我也預期會遭受到共和黨交土式的抵抗 那這部分就需要連結到美國近年來高度激化的政治 那我現在身為社會學家就給大家看一些data 那這個是我網路上抓到一些資料 你可以看到說 美國的政治是激化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那個在中間的選民是越來越少 那尤其在氣候變遷的情況 這個是去年12月非常熱騰騰的民意調查 那當問到說 這個氣候變遷是不是應該作為施政主軸的時候 你看到民主黨基本上是七成八成的人同意 但是到共和黨的話只有不到三成的人 是認為這個應該是施政的主軸 那相對於這個有關中美在氣候變遷的合作上面 那民主黨是比較傾向合作的 那中和黨是比較傾向對抗 那有關比較細部的一些 譬如說支持不支持再生能源政策 再生能源政策相對起來共和黨是 如果單單只推再生能源的話 的確共和黨跟民主黨是有一些可以算是取得共識的部分 但是一些比較強力的管制的手段 如果要這個禁止燒煤或者是一些比較強硬的管制手段的話 共和黨基本上支持度都非常的低 那這個部分 那基本上這也牽涉到美國這個高度激化的媒體環境 那基本上兩黨的支持者是完全活在不同的同溫層裡面 那有一個這樣子的圖可以顯示出來說 紅色的是比較像暖和懷疑論的這樣子的群體 綠色是比較支持氣候行動的這些群體 基本上在社群網路上他們的分化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這個所以因此以上我會覺得在拜登政府 在氣候內政的推動上 還是會遭到很大的阻礙 那尤其是要透過立法手段的話 會有比較大的困難 好 那大概這個是以上我對於這個拜登這個上任之後 美國氣候政策的一些觀察 那有關台灣可以做一些什麼 我在這邊簡單的講一下 我相信等一下石總經理會有更多精彩的分析 那台灣的挑戰與回應 我覺得第一步我們非常需要把氣候議題 在施政的團隊當中是主流化 氣候議題絕對不只是一個環境的議題 那他牽涉到面向非常非常的廣 那這一個論點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 氣候變遷應該是跟國家安全外交政策 有非常緊密的連結 那台灣尤其是需要積極布局關鍵的綠色經濟 那是不是在一些美國要發展這個清潔能源 或者是特殊產業 例如說電動車產業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更深入更進一步可以台美合作機會 那這個需要認真的去思考 那再回到我最一開始提到這一點是 美國這個新一波的氣候政策 有非常強的這個進步價值的取向 那在這個在談台灣 台灣can help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需要找到台美共享的進步價值 那最根本的時候台灣還是需要更積極的走向能源轉型 才能夠在這個新的這個變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好 那我簡短分享到這邊 那我把時間交還給主持人 那現在應該 我共享結束了吧 好 對 結束了 非常謝謝劉教授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請施總經歷 進行他15分鐘的分享 請施總 OK 這樣聽得到嗎 可以 好 好 好 那謝謝龜中心的邀請 那我這邊來分享一下 我在這邊個人的經驗 那我是從這個1999年 在工業院開始上班的時候 就參與這個聯合國氣候公約的一個會議 所以連續參與了21年 從Cup5到這個Cup25 那現在很期待這個Cup26 能夠在這個今年底呢 在英國順利的辦理 把巴黎協定的所有的這個 這個那個那個Rubic 來完成這個談判 那我想回顧到整個公約的一個演變 大家也知道說當初 京都一定輸 它是一個比較是一個top-down 就是從這個副建議國家 也是工業國家的這個減量目標為主 那開發中國家當然爭取他們有繼續發展的一個權利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一直沒有批准 這個京都一定輸 覺得是對美國是不公平的 那陸陸續續其他的國家包括日本啊 紐西蘭也推出 所以導致大家後續談判出來的這個巴黎協定呢 就用另外一個角度去達成共識 就是bottom up 然後各國用這個NDC 各國的制定貢獻來自願承諾 然後全球在定期的進行盤點 來增加各國的一個減量的一個這個力道 會是一個bottom up 資源性的一個架構 不過同時這樣的架構也讓人家質疑 那真正的會不會 可能用這樣的一個資源性的架構去達到巴黎協定的目標 所以我們如果看說我們現在在哪裡 那這是這個climate action tracker定期的在這個update 這個我們現在目標跟離巴黎協定多遠呢 那如果說從溫度來看 巴黎協定1.5C 1.5C的溫度 我們現在已經在1.1C的 所以離1.5C其實蠻接近的 那如果以各國現在實施的政策來講 2.6C沒有改善多少 但是呢最近因為陸陸續續幾個主要國家 包括這個歐盟美國 這個日本韓國 現在這個連中國206年要宣示 他們這個淨淨淨排放的一個目標 所以比較現在說這個樂觀的一個情況下 也只能到2.1C還是離1.5C還是有個距離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的努力的空間可以看起來 那怎麼去達到這個1.5C 我想在全球力推這個2050經濟排放 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碳定價 那碳定價分兩種 一個是透過碳稅政府訂的稅利來承收 或者是透過總量管制跟交易的方式 那目前以這個國際先評估 如果真的要達到巴黎協定2.4C的目標 全球碳價必須在2030年達到這個每噸70美元的一個價 一個位置 那現在如果看現在所有的市場來講的話 歐盟最高也是只到40元 所以離這個70元還是有一點點的一個距離 那如果看國內的話 雖然我們溫管法在這個溫管法裡面 2010年通過的時候 其實有把這個總量管制跟交易的條文都已經放進去了 只是還沒有實施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在進行的修法的過程中 也預計是把碳費這個工具也加入 變成額外的一個政治工具的一個顯像 然後以溫管法的這個架構來滾動式檢討調整 原則上跟全球江巴黎協定這樣的一個架構 定期每五年做一個滾動式的調整 所以這也是國內希望說跟國際同步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你看全球目前碳定價的一個發展 在這個2020年到2020年之間有66個地區實施碳定價 這包括有31個碳排放交易機制 跟30個碳稅 那有些國家其實它是同步實施 排放交易跟碳稅 那目前這些國家呢 佔大概全球只有20%的公司集體排放 所以其實淡定價這個涵蓋率還是很多努力的空間 那我也樂意看到說中國現在宣布說 這個他們今年度呢 是希望最後要啟動了他們全國的這個排放交易 那先針對他們的電力部門來自己進行這個實行 那中國身為全球第一大的排放國呢 它有這樣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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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它2060要達成碳中和的一個 我想也可以帶動全球減碳的一個趨勢 那加上美國現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後 我覺得中美這兩國合起來 第一跟第二大排放國佔全球 大概30%的一個排放量 如果共同努力的話 我覺得可以帶動其他國家來加入這個行列 那歐盟一直是在氣候領域這樣的一個領導 所以它在這個2019年通過的這個 歐洲綠色政缸的時候就提出 除了這個2050經濟排放目標之外呢 提出這個碳邊境的調整機制 也就是說類似一個碳關稅的一個概念 那預計在2023年實施 也是要保護他們產業呢 因為他們有碳價的一個成本 要避免他們外移造成這個碳洩漏 所以要針對其他這個和排放較高的國家 所進口的產品呢 要是開始徵收這個碳關稅 那初步可能針對比較像是電力啦 鋼鐵水力等等這些比較高排放的產品來課稅 不過你看到美國拜安政府 其實他在他的這個政治 這個競選政策中 除了提出這個2050經濟排放之後 也同樣的針對這個未能旅行氣候 跟環境優惠的國家呢 在日本最近公佈的他們2050經濟排放目標的策略裡面 也同樣把貿易這個公平性的納入考量 那我們也看到最近在這個英國 英國這個是今年這個七大工業國G8的一個主席 那英國這個首相也特別要把碳關稅這個議題呢 納入G7的峰會的一個討論 當然希望說結合這些主要的工業國家 來協調全球這樣的一個 也就是說要給開放中國家開始施壓了 就是說他們的貿易 他也不希望說他們有一些貿易的公平性 因為他們比較積極的在做這個減碳 那中國剛才講到就是除了公佈2060經濟排放目標 預計在這個今年呢 就要啟動這個全國的電力業的排放教育 所以中國他也其實我覺得也是配合歐洲 歐洲也其實也給他們是蠻多施壓的 來幫助他們建制他們的這個排放教育制度 所以終於經過這麼多年呢 他們終於要實施了 那韓國其實在2015年就啟動了全國的系統 所以我講的這都是我們主要的貿易夥伴 那包括我們現在的投資的東南亞國家 也陸陸續續的在規劃他們的探定價制度 包括泰國 那之前從2013年其實就有資源性的排放交易 那是希望說在這個這個開始 沿以全國性的ETS 那預計以這個明年也要通過他們的汽油變遷法 那越南也通過了環境保護法 那是也有規定說 未來會這個規劃符合當地這個狀況的一個排放交易機制 印尼呢也通過了環境新計劃 預計呢在這個2014年也要實施一個試行的ETS 所以東南亞這些國家其實都是在世界銀行的贊助下呢 有做這樣的一個探定價的能力建構 所以陸陸續續的這些國家呢 也預計我覺得在2025年呢 開始完善他們的探定價的制度 所以可以看我們要怎麼去應用這樣的國際的趨勢 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國際公約 那也是因為台灣不是公約的地位國 所以很多事情呢 我們沒辦法直接的跟國際同步 所以我們有國內的文字吸引減染管理法 相對應的現在要修成氣候變遷法 來完善我們國內的一個制度 不過我們也是要再考量說 未來是要先走探費 所以要或者哪時候要開始實施這個總量管制跟交易 怎麼跟國際市場同步 這也是為了我們需要更思考的問題 那從氣候變遷這個議題 環境的議題現在就演變成國際貿易的問題 我想國內很多這個產業呢 其實它壓力不是在國內的法 是在全球供應鏈 那全球供應鏈要求這個下游的廠商呢 要儘快達成這個碳中合 就是他們產品也要是零碳的 然後要這個 或者是這個要綠電 所以這個是台灣廠商 現在已經馬上要面臨的問題 那如果加上歐盟 我也要實施這個碳關稅 然後如果其他國家 其他工業國家也更進的話 那更是我們 以我們這個主要出口為導向的國家呢 更需要去面臨的問題 那當然在這個中間也是 希望能把危機轉為這個商機 看我們的這個地攤的產品 怎麼在這個全球的供應鏈 全球的貿易上得到這個優勢 那剛才大家說來提到 氣候變遷也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想最後也是政府也需要重視這樣的一個嚴重的一個課題 那已經不是環境的問題了 那最後呢 我常常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這個圖 氣候難民是越來越多了 那可以看到右邊這個是巴基斯坦的難民 為了要逃避一個颶風 用這個步行的離開他們的家園 左邊是美國 這個是幾年前在福爾達 為了逃避一個颶風 大家開車趕快跑 台灣我們這個小島 我們要往哪裡跑 這條市應該是我們要更有重視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整個這個氣候的這個發展 我們不佔全球不到1%的排放量 我們要減的空間有限 不過呢 如果氣候變遷 這個趨勢越來越更加的話 我們更需要做完善的一個調適的準備 那以上是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重點 謝謝 好非常謝謝施總經理剛剛就是 聽我們的分享 然後 然後 ok好 所以經過就是劉教授跟施總經理剛剛的分享 可以發現就是基本上氣候變遷不僅僅只是就是一個政策 而是一個非常全面性的不僅是經貿議題 也是就是國家安全議題 各種議題的事也都涵刮在裡面 然後這顯然的也是一個不合黨的趨勢 然後像 同時間在台灣我們也知道就是台灣目前政府 目前有就是很多 温官法的修法也在如何如何進行 然後也有很多就是民間團體跟立法委員也提出就是相應的就是他們認為應該怎麼修法的一些建議 然後我們現在就請就是 就是 吳組長來針對這一點就是有關國際的趨勢跟台灣政府目前的回應 來做分享一下 有請吳組長 好 謝謝主持人 我想也謝謝台大風險中心的邀請 能夠參加今天的沙龍活動 我想來看國際的動態跟國內的一些回應的狀況 我想從剛才兩份簡報 包括劉教授 然後還有剛剛市總經理的一些介紹 可以看到從國際趨勢到國際的碳低價的一些政策上 其實我們政府當然其實是一時長期在關注國際的變化 那剛剛特別是提到像美國拜登總統之後的氣候政策和氣候團隊這些議題 那我這邊也分享一些就是目前國際上 除了美國之外的一些國際動態給大家了解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他啟動剛剛談到說 他用前國務卿John Kerry或者是前環境部長做他氣候 不管對外對內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領導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他已經回到像歐巴馬當時 而且如果像以美中來看 其實中國也重新請他們當時的謝振華做他氣候代表 也重回到這個氣候談判的舞台上 所以未來美中的議題其實他過去歐巴馬時代的影子上 事實上就是John Kerry跟謝振華在美中的議題上 兩邊的合作磋商的做討論 所以未來他們的之間的關係或變化 是不是會回到以前那樣的比較良善的互動 那我們還可以持續來看後續的觀察 因為畢竟美國重回到氣候談判上 對於目前巴黎協定在停滯中的一些談判的過程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顯著的進展 這個會牽涉到剛剛施總經所談到 在巴黎協定第六條的一些像碳定價的議題 或碳的這些國際上的credit這些議題上 會不會有一些比較大的發展 這我們就值得關注在今年年底 11月Grasco的Top26的一些發展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看說從今年開始 從今年年初期聯合國秘書長 就在他在聯合國上有公開提出10個 需要值得關注的議題 從第一第二是跟我們的疫情回應 或者是綠色復蘇有關聯 第三個他事實上就提到氣候者關係 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上 所以他特別是提到說 希望在這一塊跟環境之間能夠共生 特別是希望在年底之前能夠全世界 再加入碳中和這樣的一個聯盟能夠擴大 到從現在的參與的國家 大概占全球排放65% 希望在年底能夠擴充到90% 也就是今年排放在過去 所以從2019年開始 從英國或者是從歐盟 開始做全球性的這些倡議 開始到變成今年的Top26的開會主題 所以這已經是可能在台灣未來 可能無法迴避的一個重大課題 那同樣的從剛才所提到的 其實從到年底的11月的英國會議之前 只有一系列的重要國際活動會開展 從拜登上任之後就宣布說 在4月份他會啟動一個氣候的高峰會議 那邊會有一個從美國希望在這一期上的主導 做一個全球的帶頭倡議的事情 呼應聯合國這些行動外 那在如果公約在年底要開會呢 過去以往在6月左右 在博王召開的這個複習構會議 是否能夠在疫情恢復下能夠如期召開 或者是什麼形態的方式來展開 這對後續在畢業方大會能夠有實質產出 也是有絕對性的關鍵 那當然在9月份聯合國要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辦理 再生年園的一些高階論壇 對話 所以在再生年園這議題上 在全世界可能在9月份會更一個樂弱 那再生年園對我們全球氣候變遷 甚至減碳力上是有關鍵 而且舉足輕重的變化 所以這一塊在全球的討論上 可能會是一個變化性 那當然回到英國在11月部分的開會 他的主軸可能會除了我們剛剛談的 我們講說這個碳中和經驗排行的主軸之外 那英國在從他的創新 或者是他的從經貿議題下來談這個 碳的這些問題 也是英國在這個會議主題上的關鍵的題目 那所以我們過去在跟英國在交流的過程中 其實他們也一直重申在這幾個面向 特別是創新不管是技術創新 社會模式創新或其他形態形式的創新 也許都是在經營排放上所不可迴避 而且一定要去面對未來比較大的挑戰 那同樣的從這個角度來看 台灣我們這幾年來其實也感覺到 這個國際上的變化性 也就是經營排放已經不是一個好像理想國的狀況 已經是變成是國際上 各國要列為他政策目標的一個必要條件 那所以我們在思考這個意義下 同時從如剛才劉副教授所談的 他確實不是只是單純環境議題 他是一個整個我們社會 產業或者經濟型態改轉型的一個重大課題 當然他會牽涉到 類似剛剛提到國家安全 或其他能源安全等等的議題 還有我們產業的一些國際的發展的競爭力的問題 所以陳如剛那個施總經也談到 後續在這幾年發展出 像碳邊境調整的機制 就是我們促成的碳關稅這個議題上 歐盟提出這個倡議 也希望他未來2023年能夠如期啟動這個機制 那目前他在如火如荼 在徵詢他們內部的一些想法跟做法 那拜登總統當他在競選的時候 其實也宣誓要提加加護這個狀況 其實日本最近也呼應這樣歐美的兩個主要的一些 國際經濟體 也提出他們可能也會慢慢跟進這樣的腳步 所以國際上在這一塊 我們也沒辦法迴避這樣的未來產業面對 除了減碳的壓力之外 還有他的競爭力跟他在救救供應鏈上的角色 能夠支援維持 這部分是我們產業也必須去考慮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議題上 我們環保署其實在最近這幾年下來 其實我們溫管法 溫氏氣減量體管法在2016年 就發了一協定通過那一年 正式通過施行 經過這幾年的運作 其實我們也發現有一些需要可以精進的地方 有一些可以有補強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去年做了蠻長時間 跟不管的產業或一邊民間團體 做一些互動的溝通 希望了解大家對這議題的想像跟想法 還有過去到底面對什麼樣的困難點 未來如果在法律上可以做怎樣的調整 所以我們去年在12月下旬 其實我們正式提出一個 溫氏氣減量體管理法的修正的版本 那我們希望名稱變成氣候變遷因應法 裡面除了過去比較欠缺的像調適的部分 也有一個專章之外 我們在行政治理部分也做一些強化 當然很重要一點是在我們管制策略裡面 加入了一個跟碳機價比較有關聯的 溫氏排放管理費的機制 進來跟各個社會來做溝通 那其實這個機制除了說我們對 國內的排放源做一些有 有系統性的一些管理之外 其實也很重要的一面是要呼應全球 或者這個經貿上的一些考量點 也就是探定價如果我們國內的機制上 能夠比較健全 而且是有一些管理機制的話 其實未來在經貿的 也許國際上的談判上 也能比較取得比較有利的機會 而對產業轉型部分也能夠帶動一些 有效的 更甚至說從經濟工具上去引導他們做這些 改革跟轉型 那我們也持續在這個意義下做 跟各界的溝通 畢竟要成立新的一個收費機制 或者它未來的運用或者的支用 其實都是一個複雜性的事情 所以我們大概也談到這個主題下 那我們當然也了解 也進行排放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在溝法修法裡面 也把進行排放 當作我們追求的一個願景目標來琢磨 至於說時間點是不是要follow 國際上的這個時針點 我們在行政單位也在各部門去了解說 每個從我們能源的結構產業的狀況 包括我們在運輸 運聚的電動化的路程上 或者是我們建築上的問題 甚至我們農業的問題 還有我們其他一些環境上排放的 一些各個面向 甚至我們未來在碳的吸收費 以及像森林部分的管理 是能夠做一個妥善的 我們做一些比較系統性的做一些評估 但這部分從行政院的立場 已經交由各部會去做這樣的一個審慎的了解 那我想後續陸續也會有比較詳細的跟社會 做一些溝通討論 那在行政院能源去減碳辦公室的規劃下 我們其實也配合去做一些工作坊的一些討論 希望多聽取一些各界聲音 未來為我們國家建議排放 這個路徑上的討論 能夠有一些幫助 我想先回應到 或者是提供這樣意見給大家參考 謝謝 那非常謝謝就是吳組長 非常精闢的回應跟分析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開始有一些問題 就是聽眾已經開始提出問題來了 然後第一個就是 Hank他提出說 台灣因為中國因素廠商在國際上被排除 然後像氣候變遷這種跨股的問題 要如何讓國際更願意的與台灣合作 以及彌平台灣在氣候變遷資訊上的落差 然後我想把這個問題就是開放給三位講者 來分別回應這樣子好嗎 那我先做一些快速的回應好了 這個氣候資訊的落差 這點我非常期待吳組長的回應 我就就我的觀察 我覺得台灣因為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 的確是在一些關鍵的資訊 是要花費額外的力氣來取得 那這一點上我很好奇是我們有什麼方法來應應這個 那氣候變遷跨國議題與台灣合作 其實我覺得台灣就我的觀點來看 台灣是絕對不用妄自菲薄了 那其實我們碳排方說大不大 但說小的確也不小 在全世界排名也是20名左右 那其實台灣的科技實力 還有這種研究能量看起來在全世界是相當的強的 就像是這個台積電 你不用這種護國神山 不用別人不用特別去找 自然就會有人來跟台積電合作 那台灣的產業實力 我相信在一些關鍵的一些產業上 我們的確是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這點是我相對是樂觀 就是說政府之間的合作當然是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如果是從企業的角度出發的話 其實是非常有機會的 我先簡單回應到此 好 那我這邊也同時回應就是說 真的像教授講的就是我們 我們因為不是聯合國的公約的地約國 那我們無法得到完整的一個訊息 因為在這些會議的談判過程中 其實很多是閉門會議 然後團體之間的磋商 外面是聽不到的 所以我們也不曉得他們到底在這個談判過程中 做什麼樣的利益的交換 還是說這個議題上 到底它的內涵是什麼 我們通常都是只能看到結果 所以這樣資訊的落差 導致於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只能做表面的一個研究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透過友好的國家 去得到他們這個內幕的一些消息 不過這個還是有限 跟直接參與的一個狀況是有限 那同樣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參與 所以我們準備的程度 也跟其他國家有個落差 他們議題的討論 其實他們開會前都會做非常充分的準備 有一些連驗等等 他們談判的立場也都非常的明確 所以我們就是沒有這樣的參與 所以變成說 我們只能看到大家 談判出來的結果 來做因應 我們一直在因應 那一直在因應的狀況就是 被人家拉的鼻子走 所以這個狀況是我們要想辦法去突破 那剛才教授講說 那我們產業我們的實力 怎麼在這個狀況下找出出路 我覺得如果未來在這個 不管是這個低碳 這個貿易的商機 或者是甚至於搭配這個 和未來全球碳市場的一個商機的話 我覺得我們產業可以幫我們國家找出一個出路 好 謝謝 所以剛剛提問 我想很多問題針對我來回應的感覺 剛剛提到國際的參與塊 確實我們在國際這塊 因為不是U&A member 所以在不管公約的活動 其實都有一些限制的條件在 但是基本上這些資訊一定會有一些落差 就是我們不是一個辭職的參與者 那當你取得當然有一定困難度 但是我們相信 就是我們過去在參與公約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會在過程的 跟很多的我記得其他國家 進行一些雙邊的交流 或者一些重要智庫的交流 包括一些他們歐洲國家的智庫的這些互動 跟我們國內民間制度的互動之間 來取得一些比較 他們在討論過程中的一些資訊 或者是他們未來方向性的探討 或排慢過程的一些進展 我想這是我們在有限的空間下 會做很多這樣努力去取得這樣資訊 當然我們有些資訊也是在我們國外 很多我們外交部的駐外單位 在各國做一些資訊上的取得 所以這部分政府單位一定會盡力去取得 這樣必要的資訊來彌補 我們在此次參與上的不足 我這邊還有值得進步的空間 另外就是說如果談到合作的議題來看 其實我這邊舉個例子 其實我們目前在跟其他國家的合作上 你去年我們環保署在12月有發布的一個新聞稿 特別提到我們跟英國文敦政經學院的學者 共同就探定價值以台灣為例做一個研究的報告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跟國際上 在這些國際主流議題下 希望能夠開展一些合作的空間 那從這議題下其實我們讓他國外知道 我們台灣在思考這些探定價政策之外 也讓他了解我們台灣的一些處境的狀況 那這些議題在透過這些國際的組織 在報告的國際的期刊上或者是發表 也會讓台灣在這議題上的國際曝光度 會了解台灣在這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跟想像的做法 我想這部分我們環保署來持續會做這樣的目的 當然其他的部會 我想從實質上來看像能源轉型議題下 其實很多我們在不管離岸風電或等等議題 其實我們是希望靠國際的這些重要的技術團隊 或什麼來跟國內來做一些互動的發展 所以這塊其實很多意義下 是有很多合作的機會跟空間 那我想政府當然也持續做這樣的連結跟互動 以上謝謝 好 非常謝謝陳文講者的回應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是要給市總 就是如何看待企業內部碳定價 如果遇在台灣推動企業內部碳定價是主流化 可能遇到會哪些困難這樣子 請市總這問題就是做一些回應 謝謝 OK 謝謝 也就是因為我們還沒實施這個碳定價的政策 所以企業如果要提早應應的話 一個辦法就是要設定這個內部的碳定價了 來瞭解說我們各企業它的減量至少了解它的成本是多少 那你有一個目標的價值之後 你相對的會調整你的投資你的營運的方式 來達到這個成本有效的減碳的一些組合 我想內部碳定價是不管是在國內外 以前國外其實在實施碳定價的時候就有 包括這個BP這些主要的大 大石油公司還有這些主要都有內部碳定價 自己設一些目標 來至少我覺得最主要的這個用途 至少了解你的減量成本到底是多少 那未來真的有外國的價格出來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即時的做營運 就要整理一下 OK 好 那我們就是到下一個問題 就是請問 就是應該也是開放給三位講者啦 就是請問學界和官方在能源轉型 或政策制定過程中 對於公民參與方面有什麼樣的見解或期待 對 那麼請就是講著 就這公民參與這方面就是 就是如何讓更多的公民去參與到 我們現在所謂的政策制定過程中 就是做一些回應 這問題我覺得環保署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 這個這個大概有可以看到去年底 這個這些這個有關氣候變遷征詢 對公眾開放征詢這些意見 那還有現在有關的當然 其實台灣在這個能源轉型過程中 一個非常特別亮點就是 我們是民主政體 然後進行這樣子的能源轉型 那這過程中的許多經驗 都是可以給其他國家進行參考 那就我的觀察 其實我們很多地方都做的 但還有改進的空間啦 但其實也都做得不錯 我們不用放置匪伯說 好像都一定要學國外的 那台灣這些年的一些公民社會 比如說環社檢核啊 一些公民積極參與這些能量 我覺得是要更當然 作為社會學家 我覺得這方面 是對於這個這條路要走得長 走得穩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關鍵 那這個也中間也需要非常多專業的 就是如何進行好專業的公眾參與 其實本身 其實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專業 那這社會學內部有非常多針對 有關審議民主啊 這種這方面的討論 那這部分我覺得當然都可以實踐在 這個能源轉型的過程當中 那當然這部分我覺得 其實也看得到政府的一些努力了 那我們就大家這個 總之就覺得這個問題不錯 那大家繼續努力這樣子 我想我這邊就簡單的提一下我的看法 其實在能源轉型的議題上 公民參與這塊應該是蠻成功的一個案例 因為從過去幾年我們再三能源或離岸風電 這些等等的發展 可以看出來 各地方或是社區的或公民的一些參與上 其實有很顯著的 比較過去的樣子有很大的進展 這塊是應該指著給 經濟部會的一些努力做一些肯定 那當然我覺得在這塊其實 我們可能要想像是另外一塊就是在 我剛剛提到 也許在我們進行排放這個議題下 除了能源轉型之外 其他的社會轉型運動 其實還更需要更大的層面的接觸 那我舉例是說能源轉型 可能是從能源供給面上去做一個變化 但是在需求端部分 也就是我們每個人在用的電 或者是用的油這些等等的生活習慣 怎麼做一個大的改變 才會促成整個排碳的結構 會比較大的幅度下降 不然我們需求一直在成長 但是供給又擠不上來的時候 其實排碳的問題還是無解 所以這兩邊的準備上可能都需要做準備 那特別在我們剛剛 特別叫社會的轉型這一塊 當然我們也許是說排放大 排放大的需要負擔更多責任 其實我們的每一個人在生活行為上 都可以改變這些產業的形態 或社會的一些形態 那是這個轉型上才有可能當 這個減碳疫情 才在未來有更全面性的成功 那另外我也藉著機會 也順便宣傳一下 其實在去年 在疫情期間 很多活動沒辦法實體辦的時候 其實我們環保署在辦這些 不管是公眾的意見徵詢 無關辦法修法討論 或是我們在做 無關第二期 接觸管目標討論上 事實上我們都是藉由網路視訊 這種政治直播的方式來 讓更多的民眾一起 能夠在線上做參與的討論 那所以也收集了不少大家寶貴意見 那我想這部分我們環保署應該會持續 就這一分持續或開放更大眾的方式 來參與這個氣候的討論的議題 以上謝謝 好那我這邊在短短的補充 我也認同那個吳司長那邊講到 能源轉型不只是供應端 需求端是非常的重要 那大家也知道我們能源的價格 比其他的國家都還低 不管是能源或水的價格 那剛才吳司長聽到那個 跟英國執行的這個 探定價的一個合作呢 研究報告也建議說我們的價格 應該位於大概10塊美金 大概300塊台幣 那跟環保署當初想說參考這個新加坡 100多塊的價格當然是差很多 不過這個300塊是怎麼算出來的 因為我們剛好參與這個研究 他是假設說我們的電價可以調漲6% 那大家願不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這就是民眾要意識到說 你如果真的要達到這些簡單的目標 大家都要付出代價 所以我覺得這是民眾需要去了解 我們的能源價格真的太低 以上 好 謝謝 非常謝謝三位的回應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是提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 台灣政府目前透過什麼樣的機制 整合整體減量 然後在審定國家預算的時候 是否將永續目標納入合定的考量 那我想這個就是先請就是吳組長 能不能就是先做這個問題做出回應 謝謝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剛剛提問 我想目前政府在做減碳的行動上 其實是基於我們的法律 就是溫氏器減量管理法下台所規範 我們國家在營營氣候邊有一個行動綱領 那行動綱領以下會有一個 我們設定我們 五年為一期的計量管理目標 在這目標下 我們整合各部會的一個 所謂溫氏器減量推動方案 那再由我們目前設定六大部門 六大部門是包括像能源製造 駐商運輸 農業跟環境 六個部門分別有 我剛剛所處的一些經濟部 內政部 交通部 農委會還有環保處 各自就這些議題下的排放結構上 去做一些努力 那這些部門的行動方案 也是五年一期的做一些滾動式檢討 那當然在地方的配合上 也有他地方因地質疑的一些 主要是聚焦在民生議題 特別是租商運輸上的一些管理措施的配合 來整體來做國家的整個氣候 在溫氏器減量上的一些策略 那從調適部門也有一些跨大 八大領域的不勝的一些調適行動方案 也是同時在推展中 那這都是在溫氏法架構下 要求我們各部門去努力的一些方向 這都是滾動式在做檢討 那五年一期 當以溫氏法是2050-50%以下 這個目前的法定目標上 我們每五年五年做滾動的在調整 那第一期我們希望在去年度 希望能夠減到2%相對於基準年 2065年 接下來在2025年減10% 在2023年要減到20% 所以逐步而且是穩健的方式 來做減量工作 那這塊是我們目前在各部門 在所做這些事情的努力下 那當然剛剛提到說 可能像預算的部分 在各部會在推展這些工作上 就有一些預算的編列的一些需求 所以各自在負責的議題下來做些安排 那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看 我們在金管會在推動綠色金融2.0 這個行動方案裡面 事實上從金融業的這些資金的導入 我們國內的 不管是能源轉型 或其他的轉型上的必助 也是從 不管從公司協力上來看 國家減碳上的一些工作 所以其實在減碳意義上 不會純粹靠政府單一方面的 預算來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國際上的這個 減碳的議題 設計層面也太多太廣 所以必須還有公司協力 共同去推動的事情上 所以未來如果說在溫氏氣 在所謂的剛剛排放費的上處理 如果有一定的成立的話 也許未來會有一定的資金 會回退到過去這些部門的一些行動上 整體費產業 甚至是民眾的這些努力上 來做一些輔導 特別是我們舉例說 像我們在柱上 希望大家做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設備貸款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政府 是用補貼方式去做設備貸款 但這些都需要一大筆的資金 去做這樣的協助 但是你如果沒有這樣的初期的引導 其實民眾也很難去啟動 他的貸款的行動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一個拉鋸的過程 所以如果從也許從教育的行動上去做 做大家更加提升 另外我們政府在 政策作為或措施上 其實會有一些互補的東西來 來引導的方向來走 希望未來會比較正確 或者是永續發展的路向來進行 以上謝謝 OK好 非常謝謝就是吳助長的回應 然後我們現在如果來統整一下 我們今天的沙龍好了 我們可以就是提出可能 兩個點喔 請我們的羽潭人跟吳助長來想一下 像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不僅是美國 歐盟或是其他國家 氣候議題已經不僅僅是氣候議題 它可以涵蓋到經貿 國安 然後可能移民等等安全問題 然後我想說 那目前台灣你可以發現 基本上如果看政府目前的層級 跟目前的制度 或是你看就是 可能民間層級的討論 基本上氣候議題還是就聚焦在氣候議題 可能就是減碳跟能源轉型 那要如何就是如何把這個氣候議題擴散到其他附近 就是這塊包括到這可能經貿 國家安全 如果把它提升到國家層級這個層面 不知道就是講者有什麼建議或是想法呢 好那我先嘗試回答看看好了 那今天已經到了這個節目的尾聲 那我非常呼應剛才吳組長跟石總經理提到說 我們不只需要單看這個供給面 我們也需要非常重要看這個需求面 那剛才大家提到比較多是這個社會轉型 可能是民眾啊可能是電價這部分 那其實台灣這部分 如果看一下排放結構的話 還是製造部門需要是排放量是最大 將近一半的排放是製造部門 那這邊也有順便幫這個風險中心做的非常精彩 有關碳寡占的研究打個廣告 那其實如果只是單看台塑跟中鋼兩個集團 加起來的排放將近台灣的30% 那這個其實這個是企業的產業的需求面的部分 那這個如果台灣減碳要走的遠的話 這個是無可迴避需要去 特別這些高排碳的產業 那這個當然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使用 例如說這個碳定價 剛才施總經理已經做了很深度的分享 那這個可能就會給予這些產業 直接的這個誘因去做出因應 那這部分是我覺得現階段是非常重要的 那身為這個學界代表 我今天再回到剛才前面第一個提問 今天我知道在場也蠻多學生在這邊 那我覺得這也很非常鼓勵學生 就說有關台灣做這些事情 好像常常都是一些這個因應國際的變化 那其實學界相對起來 其實這方面相對的交流阻力是比較小的 那我今天也非常鼓勵在座的學生能夠 就是說不只是關心關注台灣內部的這個政策發展 那也對於這種這個台灣在這個世界這個局勢的處境 我們也可以一起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 好 那我今天回應到此 謝謝 這邊也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很擔心 我們在這一次的疫情非常的成功 不過相對的我們的警覺性已經慢慢的下降 對整個國際趨勢的一個發展 尤其是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 我們的成功導致我們警覺性下降 那氣候變遷的下一個更是 比這個Bill Gates也講了 這個比這個pandemic還更嚴重 就是氣候變遷了 所以這是我們下一個挑戰 那我也是希望說 那我們全國必須要一起用同樣的精神去面臨這個挑戰 那我們下一個這個挑戰 因為看到現在鎮污水庫 以前是前陣子的報道在這個鎮污水庫 就快快哭掉了 我們就是正在面臨一個旱災 不過呢 大家真的有減少用水嗎 沒有 所以大家真的 因為我們水費就是太低了 所以就是說 這沒辦法直接去連接到氣候變遷對我們個人的影響 因為原則上 大家還沒有受到這個影響 那可能就是說 這是五十年一百年以後的事情 不過現在已經在發生了 那我是擔心說我們的警覺性到現在為止還是不夠 謝謝 好 就剛剛主持人的一些提問 我想 做一些簡單的補充或接遇好 基本上行政機關在面對氣候變遷這個新的挑戰 其實我想可以說大家也是從開始認識到面對到要解決問題的階段 那逐步在開戰 所以我覺得 全世界的各個層面都是同樣碰到這個狀況 我們了解我們自己的狀況 面對未來的挑戰是哪些 那我們要走到哪個方向去 甚至說 我們用什麼方式去達到我們希望的目標 那這部分我想在各部會在這個議題下的思考 我覺得在過去幾年事實上有顯著的進步 應該這樣說 因為長期在政府裡面服務也許觀察到各部會的一些變化 其實這塊議題大家都有關注也都了解 只是說政策上的力道強度要怎麼去 在什麼時間點適合能夠提出來 我想這也要做一些政策上的取捨跟評估 那我想在行政機關的一些溝通互動 我想在行政院的成立能源機警察辦公室的協調下 其實我們陸續開展這些不管第一期第二期的目標 加碼的目標還有部門的責任分配上 也都是透過這樣這些來做協調 我想持續運作或者是妥善的運作上是會 未來會希望是越走越順 那當然從這個議題下其實我們來看 他確實他不是純粹從一個環境議題來 回到剛剛一開始所講的 他涉及到產業結構改變 任何形態的改變 也就是我們在整個社會組織上的這些變革上 我們要如何佈局二三十年後的這些事情 對我們下一世代做一些做準備 那我想我們可以回到說今年 蔡總統在元旦的文告裡面所提到一些 針對這個氣候制宜的話 那我想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大家可以去回顧一下當時所講的 其實我們覺得說在氣候制宜這一題下 要積極跟各界的產生對話 那也希望找出符合台灣 在未來有序發展的一個氣候制宜路徑 那重要的是說我們要讓減碳的挑戰化為 產業投資跟創造就業的新機會 讓台灣的有序發展找到一個新方向 我想總統的文告的論述上 事實上也理解到我們其實在高層 其實也理解到氣候這問題的重要性跟急迫性 所以我想在過去這幾年來國際的變化 其實在行政單位其實上一直在關注 也一直在了解這個變化 特別我們國家是一個外貿導向的一個國家 所以在國際經貿上這一點 事實上要特別關注未來可能的一些變化 或一些障礙 事先能夠超前部署 所以我想這部分其實也值得各界一直在關注 甚至我們新單位會繼續在做這方面的一些強化 當然我們也覺得說在國際上 這些議題是很熱門的 坦白說在台灣的新聞媒體的曝光上 其實相對就弱 在此而關注度上 新聞的介紹或深度其實廣渡事實上 也有很長期要進步 因為畢竟民眾接受到訊息 很多是從媒體上的資訊來的 所以這塊的民眾的氣候變成意識 或者素養的提升 其實是未來其實也是我們很重要的工作 讓政府的作為或政府能夠接受民眾的這些請求 或者是想像來做更積極的這些減碳的工作 其實有一些背後的助力 我想這部分可能需要大家共同來做努力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非常謝謝三位與壇人今天做最後的分享 也讓我們認知到氣候變遷 氣候行動並僅僅是我們每個人的義務 更是有利可圖的行為 不僅僅是責任 也是可能帶來經濟的轉型 或是能源轉型 對於社會的永續發展 就是非常有貢獻的 好 那我們今天也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線上的所有的參與者 跟提問者 也謝謝台中院跟風險中心 來協助主辦這次的活動 然後我們今天的活動呢 那就告一段落 然後非常謝謝大家的參與 再見 再見